大家好,我是小翔 库里金州勇士超话本赛季的常规赛MVP是尼古拉约基奇 不过勇士球员德雷蒙德格林有不同的意见 在6月10日追梦参与了一档播客节目 他表示,如果你热爱篮球懂篮球,那么你应该选斯蒂芬 因为他帮助一支西部第15的球队冲到了西部前八 这支球队的阵容跟上赛季的状元签阵容没有任何区别 本赛季的库里的确是炸裂无比 勇士管理层已经在与库里商议提前续约 新赛季他们仍希望去争夺总冠军 勇士下赛季的总薪资高达1.61亿 库里、汤普森、追梦、威金斯都是一员合同 所以他们要不强阵容只有交易一条路 乌布雷1557万的合同在休赛期到期 他在勇士的表现极度糟糕 勇士大概率会放弃毕竟克莱将付出 勇士应该考虑如何重组四巨头阵容 早在6月3日 NBC体育就建议勇士盯上四个球员 这四人分别是迈尔斯特纳、帕斯卡尔西亚卡姆、 科怀莱昂奈德、保罗·乔治 不过他们也表示特纳有胡人与快船追求 小卡与乔治难度很大 帕斯卡尔是最有可能交易得到的 NBC分析猛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有可能会沉沦 因为洛瑞合同到期 西亚卡姆没有成为球队第一核心的能力 他们大可以进行交易 摆烂完全推倒重建 届时西亚卡姆就可以是勇士追求的一个目标 美眉模拟了交易方案 勇士队送出安德鲁、威金斯、埃里克、帕斯卡尔 2021年首轮、2022年四轮得到西亚卡姆 这样一来勇士的心思巨头就诞生了 库里加、克莱加、西亚卡姆加、追梦 这套阵容的攻防实力将完全不同 克莱、西卡、追梦都是顶级的防守球员 西卡还有持球单打能力 他可以是弱化版的凯文杜兰特 库里依旧在巅峰 克莱只需要恢复80% 就已经是联盟最出色的3D2号位 西卡可以打3号位增强进攻层级 追梦还是做好组织与防守 届时勇士队依旧是联盟最好的球队之一 NBC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